大家好 我是煌靈 台版明天就要開放新地圖 魔法少允的專武 傢俱等級上限提高 各位明天記得升一下傢俱等級 那麼今天就來出一下台版最新的RANK推薦表吧 如果不知道RANK的判斷升不升是怎麼判斷的 我之前有做影片說明過了 今天就不重新講一次了 如果不清楚想了解的可以點影片下方資訊欄連結去看一下 好啦 那就進入正題了 重要的事情要先講 這次新年黑貓要卡在R19 5件 衣服不能穿 穿向那件該死的衣服有可能導致四五階段的飛龍傷害少打一千萬 如果已經穿了 就直接R20 3件穿滿吧 而其他還有一些物理角色要卡R19 5件不穿衣服 這些卡來卡去的角色表格上都有著名 我就不一個一個點出來說了 我要說的是 如果是懶人AUTO玩家 懶的卡就直接升沒有差 要卡的話是那些會打高傷害手動刀的玩家在卡的 懶人AUTO玩家就沒差 而上個月還在卡R18的新年佩可 這個月可以升上R20了 雖然霧爆會下降一點 但雙防大幅度上升 血量跟霧攻也上升了 那我覺得可以升了就不用卡了 之後還有一個比較尷尬的角色是伊旭老師 升上R20 霧防魔防都多30級 硬很多 但R19 魔攻多200多 魔爆多50級 老師UB要打破護盾 才會有魅惑跟吸TP的效果 升上R20雖然會硬很多 但攻擊力也會少很多 所以到底要R19還是R20就頭很痛 想要讓老師硬一點就R20吧 想要讓老師多打一點 多吸一點的話就R19 另外 魔法俠的部分 如果是剛抽到要備戰兩月後的戰隊戰 可以先R11四件 右上跟右下不穿 其他四件穿好強化滿 兩個月後可能會用到 泳裝俠的穿法也類似啦 比較極端的穿法是R12只穿右上跟右下 然後強化滿 剩下都不穿 反正就是跟TP上升還有TP消費減輕的就穿 其他都不穿 但我自己是比較懶啦 我比較喜歡一件強化 我應該是會R12六件穿滿 好啦 比較特別要說明的大概都講完了 剩下的就看表格吧 表格網址我貼在影片下方資訊欄 如果還有什麼疑問 也可以留言發問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